希腊退出欧元区风险卷土重来 那么撼动全球的市场 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他们是认为 如果希腊真的退出了欧元区 对于全球金融情势的影响 没有外界预期的那么大 投资人不需要太恐慌 希腊债台高竹在2012年欧债危机高峰 一度濒临违约倒债 最后以财政准结以及改革计划 得到欧盟欧洲央行以及INF国际货币基金 纾困贷款和计高达2400亿欧元 不过在失业率居高不下 人民对于纾困协议的严苛条件越来越不满 也让主张反欧盟反准结的激进左派联盟 极有可能在1月25号的国会该选中胜出 那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现在希腊的政府债务有84% 是掌握在欧盟跟IMF的手上 也就是说如果希腊单方面没有透过协商 就检济政府债务的情况之下 会让欧盟跟IMF受损 那退出欧元区是必然的事情 市场戏称这是希腊危机2.0版 欧盟有没有新的因应计划成为各界关心焦点 严成辉表示经过欧债风暴洗礼 欧元区已经建立规模高达5000亿欧元的防火枪 以及各项处理条例 欧盈全面QE更是已经上堂备战 他必须要去看他会不会出现骨牌效应 市场上担心就是说包含像是西班牙 意大利或者是像是爱尔兰 葡萄牙这些他们的国内的政治上面的 这个极端的就是说极端的政党崛起的话 那接下来这个长期的欧洲是有风险 但如果这个极端的政党没有崛起的话 那现阶段的欧洲的防火墙机制 应该是可以去阻止 就是说整个希腊的问题 扩散到其他的国家当中 不过严成辉进一步指出 希腊如果真的出走 担心将引起骨牌效应 像是意大利西班牙等同样负债累累的国家 跟进退出 最后让欧元区动荡失控危机再起 恐将严重拖累全球经济成长 富士生陈建伟台北报道